孙永莎已回国 王楚清晋级亚军赛32强 樊振东费德勒网球对决 小石头上演 让二追三大逆转 昨天平台热点 非这四人莫说 孙永莎昨天已经启程回国 视频照片估计满天飞了是吧 当然抵达北京的物料 估计大家也都刷到了 标志性的白羽绒服 戴着口罩 推着行李箱 周启豪也是一同回国了 记得莎莎刚发布退赛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一个运动员退赛 很多人那么激动 那么多人希望听到这个消息 因为莎莎实在是太辛苦了 从奥运会至今 孙永莎已经连续参加了 超过140场比赛了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为了团体赛 坚持拼搏到了最后一刻 密密麻麻的比赛 压缩到零的休息时间 痛到最后动作都变形的胳膊 一直把为国而战 放在心上的最坚韧的莎莎 遇到困难总是想着 再坚持一下的莎莎 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祝愿我的河北小老乡 早日恢复康复 期待他以最佳的状态 重返赛场 王楚新 以后咱那比赛 就像昨天那样打行不行 这支咔嚓玩事多好 可别像浅浅那样 看得心脏受不了 不过这次比赛看的 安安静静的 3比0拿下比赛走人 除了一号台 其他台就像冷宫一样 没解说 只有一个机位 球也只有一个 抡丢了呢 自己捡 满场自己捡的那种 打了得有25分钟 估计得有15分钟再捡球 这地板还不防滑 大头滑倒的那一刻 真的是吓人一跳 还是要健康完赛 那这个比赛场地 也说实话挺寒酸的 所以大家以后 不要嘲笑WTT了 昨晚看的那算是 最简陋的比赛了吧 不过 昨晚的比赛也是 毫无压力的拿下 对面得分 基本是全靠大头失误 不得不说 楚清老师打球 观察性还是非常不错第一 那昨天的对手 不是很强 所以大头也打得是游刃有余 正手大角度 进攻得分了好几个 之后就一直给正手大角度 在场上的那个 专注度也是非常高的 挺有意思的是 第三局的那10比6 那个球应该是吧 被小白球 又打到下了一斤了的大头 不过 顺利拿下 也是要恭喜 恭喜王楚清 晋级亚锦赛的男单 32强 下轮对战的是 林兆恒 昨晚网球上海大师赛看了吧 费德勒 陈奕迅 最终战胜了 樊振东张之珍 大家看到这场欢乐的比赛 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 樊振东 对着费德勒 发出了S球 全场唯一的S 说到了费德勒的春赞 东哥打得非常开心 费天王呢 放水放得也非常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 是吧 开心就好 樊振东呢 在比赛前呢 也只练过三个小时的网球 樊振东从 Table Tennis 改成了打Tennis 发出S开始 这明明是乒乓球的下旋球 你看了吗 那个发球的姿势是吧 当时我真的笑的 差没撅过去 他那下意识的 趴下和吹球 这小胖发球吹一下 颠蹭一下是吧 这网球打得拼里拼气的 这乒乓球的双打意识 真的是磕在骨子里 发球的时候呢 还能听到Eason现场去唱歌 全程看完直播 那嘴角挂在耳朵上 都吓不来了 昨晚的快乐啊 是这几位给的 能不能多来点这种呢 其实在比赛开始之前呢 费德勒和张志珍 樊振东 王丽琴 在球员区域 切磋了一个乒乓球 费德勒甚至一人 单挑两位乒乓球的奥运冠军 就我个人感觉啊 费德勒的乒乓球 比樊振东的网球打得 好像还要好 对了 您看这照片 樊振东这几个人里面 他是最白的是吧 冷白皮 临时洞3比2 大逆转 绝杀 本雅明 临时洞版的让二追三 也是太刺激了 刺激中的刺激 非最后一局莫属 怎么说呢 就观众的命也是命是吧 最后一局 我都快把手指头给抠烂了 大气都不敢喘 决胜局 1比7落后 到4比9落后 硬追到9比9平 反复赛点 我差没晕过去 就这么下去 能坚持看完亚浅赛的人 估计 办什么事都能成功 不过这一战 真的让我对 李之洞的心态 有了新的认识 一开始 我觉得 他大比分 0比2落后 可能觉得他太知能了 结果他硬追到了2比2平 大比分 而且还抵抗住了 本雅明的多个速度对拉球 最后感觉 那孩子都有点崩溃了 但石头扛住了 最后那一球拿下 累的石头对着摄像机 说了句漂亮的中国话 可想而知 这场比赛打他有多艰辛呢 别的不说 林石洞的实力真的很强 心态在这一战也是认证了 作为一个才19岁的孩子来说 我以为他赢多了 被领先这么多会心态不稳 真的没想到 赢和不赢都很稳 他以后可以走的路 我觉得可以更远 强大的心理素质 真的对于一个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真的很重要 这场球 听说在旁边吃瓜子也很多 一生爱看热闹的 可不止中国人 原来全世界的人都爱看热闹 王主席和塔希尔 林石洞和本亚明的比赛 这个场外的观众 您看一下超级多 国外的也特别多 原来镜头外的世界 真的挺精彩的 是吧 是吧